大家好,我在北京去酒吧, 我工作室门口的一个小院子里面, 跟大家打招呼。 每一个庚子年似乎好像都不太顺利, 都有很大的事情发生, 而且是不好的事情, 会死很多人。 1840年,在中国是鸦片战争, 1900年,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。 1960年,中国有三年自然灾害, 没有粮食,也是饿死了很多人。 中国的武汉,欧洲的意大利, 真的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。 最不想看到的是, 这个世界因为病毒产生隔阂, 种族主义开始蔓延。 人类有那么多的努力, 为了消除隔阂, 不能因为一个小小的病毒它再回去。 我们使用了艺术这个语言, 为了避免隔阂, 用艺术的语言交流。 艺术让我们在一起,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。